我能告诉你吗 难道你用的是 祖传秘密封吗 你管我用什么方子 如果不是祖传秘密封 我想没必要掖着藏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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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当家的 你咋还不去诊所啊 病够沉的 去了也是坐着 没人 愁不冷呢 来人了呢 有人小龙会来叫的 这日子过得 坐吃山空啊 早上咖啡就免了吧 别摆那羊谱 也就空一阵子 等来阵风 把闲言碎语吹散了 就好了 你这风啥处来啊 我这不厚着呢嘛 你说那官司跟咱有啥关系 咱们跟着吃瓜老真是冤枉死了 食也 孕也 命也 受着吧 好 你说你当年 帮我爹借钱去看阳景 我爹跟你说 咱们这个中医 那学一辈子都学不完 你出去学那阳晚上干啥呀 你耿着脖子说 西医 怎么怎么好 能治大病 闯大名 挣大钱 我说搞不懂 你说你学了那么多的东西 咋就派不上用场呢 不是派不上用场啊 你说哪个大夫能够保证 什么病他都能治好啊 我还告诉你 不是吹啊 大上海 有几个中医懂西医啊 民众对西医的认知还不清楚啊 认不清他的本事啊 我只能开一个中医诊所 如果有一天 西医真的盛行起来 人才 我就登天了 我为什么把咱儿子 送出去留牙学医啊 不就是为了 将来他更大的发展啊 我说来当家的 你还是去诊所吧 递这一个是一个 千万别露着 我在家里碍事啊 不碍事啊 可瞅着心慌啊 家里都没地方待了 我走了 小兄弟 这包子好吃啊 头一回买 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那你为什么还要买啊 一天就买一百地 尝尝呗 能看吗 真烦 真烦 Supply 买一百地 车 路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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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我说了我不收灵医 魏先生 您为何不收灵医啊 四个字 犹如门风 魏先生 您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那李时珍的祖父就是灵医 他也没有有辱门风啊 那康熙年线的林寒凌 他也是灵医出身 他后来还开了长安堂药材部 按照失传秘方精心炮制的眼药伞 和实际伤皮伞 那是广为流传疗效甚佳 他不光没有有辱门风 他还给他师父脸上贴金了呢 这怎么能同日耳语呢 那苏沈良方丽也记载了 大文人欧阳修患病 久治不愈 后来他夫人跟他说 说灵医有良药 三文一帖 欧阳修刚开始不信 后来他夫人偷偷给他服了灵医的药 就把他的病治治好了呀 久远之事了 谁知道是真是假 那那一间禀治理 韩太尉那一文中也说过 韩太尉得病 就连御医整过之后都说他救不了 正好灵医路过 用针灸之法救了他的命啊 小说而已嘛 有编造欺人之邪 魏先生 如果您能守我为徒 待我学长了大本事 我一定报您大恩 小伙子 你要再这样纠缠下去 我可叫警察了啊 我真没纠缠 走走走走 魏先生 魏先生 Man 炫钞 什么 十个号行了 嗯 可以 不是全十美吗 哪 好 好 麦 何以知气血辅藏之枕也 麦乃气血仙贱 气血有盛衰 藏符有偏盛 气血俱盛 卖阴阳俱盛 气血俱衰 卖阴阳俱衰 气毒盛者则卖强 血毒盛者则卖滑 气偏衰者则卖胃 血偏衰者则卖色 气血合者则卖缓 气血平者则卖平 气血乱者则卖乱 气血脱者则卖绝 阳破气血则卖术 阴阻气血则卖迟 阴阻气血则卖迟 上宫治胃病何以 上宫治胃病者 见肝治病 治肝传匹当先食匹 四季匹王不受邪 既物补之 中宫不小相传 见肝治病不解食匹 为治肝也 那阴阳呢 阴阳 阴阳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刚技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使 神明之福也 治病必求于本 故积阳为天 积阴为地 阴静阳造 阳生阴长 阳杀阴藏 阳化器 阴成形 我这 行了行了行了 霍老先生 我还能背呢 要不是这样吧 干脆我给您拉车得了 兄弟兄弟 来来来 你先放下 来 累了吧 来 歇会儿啊 歇会儿我来 你这儿干吗 这是我的活儿啊 腿我帮你跑了 钱不少你的 赶紧前面带路 好嘞好嘞好嘞 带路啊 起来了啊 咱走了 走 背哪一段呢 就背这段吧 霍老先生 您听好了啊 天之在我者得也 地之在我者弃也 得流弃薄 而生者也 故生之来未知经 您您您是要看病吗 来了当然是要看病 不然来了干什么 对对您说得对 里 里边请 里边请 看看看看 我听说 一天只挂五个号 我赶紧就跑来了 就我一个人出诊 忙的呀 有时候出去 就回不来了 那我是第几个号了 第三个号 第几个 第三个 刚才我姐来了 她说她是第四个 我怎么就成第三个了 可能我是计魂了 你说这是忙的啊 计 你是骗人吧 我哪里骗人了 我看你明明就是 靠信号的霸戏 来招揽病人 我 心术不正 像你这种大夫啊 我可信不着 小龙 师父 师父 把那号牌摘了吧 这不 这不挺好的吗 我闹眼睛 看着烦 摘 您说得太对了 我现在就怕崴脚脖子 到了到了到了 就这儿停 好嘞 您慢点啊 小心 小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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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老慢走 行 行 行 霍大夫 霍大夫您快回来了 我吃着您的药 鼻子开始流血 止不住啊 胡理说啊 鼻子流血还不好办吗 鼻子流血啊 您把头发烧成灰 就往鼻子里吹 马上就能好啊 好用 头发灰也叫血于碳 好用极了 来 屋里说 屋里说 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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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懂得太多 我教不了你 不是 霍老先生 我还有好多我没懂呢 不是 您开门 您还是教教我吧 霍老先生 你 我需要来 我需要试试 试试 我需要试试 我需要试试 霍老先生 你 有什么试试 你 试试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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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来 先生 喝口汤吧 来 你 你的汤手啊 你是病了 我给你请大夫去 来 我自己病我怕得中 先生 你懂医啊 慢点 撒了撒了 慢点 慢点 先生 我行 谢谢啊 客气啥呀 这个时候谁借了都得帮我一把 再给我弄床被子弄 好好好 我马上跟老板要去啊 小伙子 我问你一句 你回答一句 是你找我来了 还是我找你来了 陆老先生 我是晚辈 哪敢在您面前胡言乱语 口无遮拦呢 看得是个懂规矩的人 说吧 为什么学医 因为喜欢 将来有什么打算 将来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小伙子 我陆寿竹从来不轻易收徒弟 你觉得是在想混口饭吃 那就在这儿干点杂火 不愿意 不愿意可以走人 不留 陆老先生 我愿意 我愿意 小伙子 我把头话说在前头了 干活没工钱 管饭 干好了 又赏钱 明白不 明白 多谢先生 累了吧 你慢点 这是 这是给您家吗 你这是怎么了 先生 病了 小龙小姐在吗 他们出去玩了 好 到家了 我拿吧 病好了 先生 你的病怎么突然好了 不跟你使点小伎俩 你也不会跟我来 不不 先生 既然你这病好了 那我就走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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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沙 这 你是我救命人 我得好好谢谢你 高谁 摊上这事都得成把手 你做的什么菜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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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五花肉炖宽粉条法 地道的东北菜 真香啊 这个你要吃进嘴里 你巴掌巴掌 那更香 老师 你说你 你也不问问 我姓慎您谁 你没说 那也不好意思问哪 我姓翁 您全海 我 翁先生 你是哪个男人哪 江苏孟河人 怎么 你去过孟河 没 没去过 以后有机会去走走 吃喝有助 我全管了 那多谢多谢 看来你的病啊 还没好利副 嗯 小姐姐 多谢宽贝 救命之恩恩农再造 我得谢你 还是那句话 谁赶上这个事了 不都得趁把手吗 我走了 五花肉炖粉条真香啊 我没吃够 你过得再来 吃够了 那就来不了了 所以不能总来 对了 陆先生 这 诊病不要钱 这算是一条出路 也是积德嘛 老师 咱老官俩 没聊够 有空一定得来 一定 告辞了 来看看社态 好 谢谢 谢谢 师傅 这镜子不是刚擦过吗 怎么又让我擦呀 什么叫做刚擦呀 我 我前天才擦过的 这不两天了吗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谁要扫天下呀 我说 你是想做隋阳帝呀 还是想做秦始皇啊 什么隋阳帝秦始皇 我的意思是 凡事都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这样才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就你这屋子啊 这脚印呀 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出来 还成就一番大事业 跟你说不明白 你又怎么了 想请你去看看温泉 看他干什么 学习学习啊 他那儿的病人哪 现在多的呀 房顶都要挤破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人 看病倒贴诊废 这便宜谁不诊啊 有这等事 扰乱行规 有备一德 弃杀人也 雪岚 师父 怎么回事 你怎么 还不学会 去去去 我来我来我来 你没有听我讲话 各扫门浅雪 多于是呢 不如少于是 随着去吧 那你就忍了 不是忍了 而是我根本 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我告诉你啊 这事不能完 齐脖子上拉屎了 绝不能忍啊 那不能忍又能怎么样啊 就是因为那个官司 诊所一直不景气 都是那个姓瘟的闹的 眼下他又使出这个 你吓死烂的法子 你真实可恨的 你恨他又能怎么样 你是打他呀 还是骂他呀 那你就受这窝囊气吗 你去哪里啊 我说你去哪里啊 没有什么大碍啊 还是一副药 对 欧大夫 去抓药吧 你是翁大夫吗 正是翁大夫 看来没走错门啊 翁大夫 你真是菩萨转世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看病不要钱 不是菩萨是什么呀 看病怎么会不要钱呢 都这么说呀 外面不是有人给诊废吗 请问您 翁大夫 你这是抓药花钱吗 抓药当然要花钱 花谁的钱啊 谁用药谁花钱 谁用药花钱 假的 全都是假的 我还以为我遇到了活菩萨 原来是满嘴溜滑的诸国界啊 还什么还呀 假的 全都是假的 骗人的 来来来 开工 赶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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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样 这是歪门邪道 这是欺骗 这要做是心术不正 犹如我梦河一鸣 赶紧吧 好 这是你的药方 多谢我带 你二十服药吧 谢谢 谢谢 我记得 谢谢 我记得 谢谢 来 来 来 去 去 去 来 来 坐 坐 坐 免他 来 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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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妇 胎死腹中 医院妇产科呀 治了十来天 没有排除死胎 可是她没有盘手术啊 这个产妇过不了感染期 现在愁得没办法来 这孕妇就没有想过其他的方法 找了好几个中医呀 没人敢接 治不了吗 怕背黑锅 陈腾 你可是妇科专长啊 我没找你啊 我名气不够大呀 动心思了 薛丑兄 你看啊 上次那个案子 虽然和咱俩没什么关系啊 可是也建立了一身泥点子 药香洗干净很不容易啊 现在 这个机会难得啊 有把握吗 我当然没有把握了 所以我想请你帮帮忙啊 咱们一起肯定没有问题啊 妇科 我帮什么忙啊 起码你关键时候可以放险 你放 富贵献中秋 这老话确实这么说 可是我们绝没有到了 揭不开锅的地步 千万不能陪了夫人 有折病啊 可是良机难得啊 你还嫌这马蜂窝捅得不够多吗 她们不想去 你何必求她呢 我们是联手啊 是合作 上次你俩的联手 到处来 还不是沾着一头灰啊 我还可以找某人 给你们俩算过 你俩八字不合呀 我们俩又不是成亲呐 你算什么八字 自打那个官司以后 咱们诊所的患者 少了又少了嘛 对不对 这是翻身的好机会 你懂吗 翻身 你就不怕我牵进去啊 妇科是你的专场 你有没有底啊 本来有底啊 可这一牵上的人命 又没有底了 事事总归可以吧 我跟你讲 这事在上海中医界 动静可不小 要不你先接下来 亮个醒 如果见识不妙 咱再撤呗 此事在意 你好先生 我是大夫 听说你家里有个病人 您是来 诊病的 我想看看孙夫人的病情 快请进 赶紧泡茶 再备好茶点 然后进屋 给夫人收拾收拾 大夫来了 先生 您请 好 请 请 先生 请您稍等 不急 先生 请用茶 不 我不喝 那吃点茶点 不饿 不管饿不饿 既然摆上了 那就吃点 千万不要客气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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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请问您贵姓高明 哪里人哪 我叫翁泉海 莫何人 你就是翁泉海 怎么 上海中医 借我认识的人不少啊 可丁叔你的名气大啊 用药都摊上人命官司了 您还想再来害人哪 先生 那个官司已经了结了 那个患者死亡 跟我没有关系 不是 我 不管怎么说 你牵扯的是人命啊 你这样的代理太晦气 我们可不敢用啊 赶紧走 先生 您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 有什么好说的 快 请请请 不是 你还说什么 走走走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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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勾动一下 枕箱 我的枕箱 来来来 赶紧擦地 连擦三遍 一个脚印不能留 走 那个姓翁的可真长精神头啊 这闻着味就扑上去了 他哪儿还那么打着胆 饿的呗 当家的 他真要伸伸手啊 伸手好啊 就怕他够不着呀 万一够着了呢 这要是把病治好了 他的脸可露到天上去了 那要是治不好呢 满头是包 还怕再来一拳吗 琢磨什么呢 你也满头是包了 那我也再挨一拳啊 别被砸趴下就行 他都敢再挨一拳 不怕躺下 我怕什么 这叫一步先步步先 不能让他抢了先 回去 有选择 师父 那孕妇肚子里的死胎 能排出来吗 静说废话 你师父是谁 我愿什么能耐 你还不知道儿 师傅 您要是能把它治好 那您可就 那不是翁泉海吗 小龙 你先回去 师傅 那您废话 叫您走你就走 疼死我了 怎么了先生 我腹部脚痛 疼死我了 别着急 别着急 给你看看 你 你是大夫啊 你是肚子疼死了 是 肚子疼死了 先生 你是大夫吗 我是大夫 是大夫 那 那 那 这什么病症啊 你是大夫 你看不出是什么病了呀 算了吧 我看你这三根手指头 也不灵 行了 你不疼了 不疼了 没事了 你这是要出诊的 那个孕妇 不 孕妇接手了 你谢谢吧 你谢谢吧 呵呵呵 感谢你 很高兴 这是一桨的 孕妇接手 今天我只是拍摄 来 闪着啊 你去哪儿啊 我去开个药方 半夜三更开个药方急什么呀 别折腾了 不急不行啊 睡着就忘了 你小心点啊 别别人的病没治好 倒勾起你的病了 我不治你让我治 我知道你又拿话咒我呀 站住 我是担心你 好来话你听不出来吗 听懂听懂 全是贴心话 你那方子管用吗 好用不好用 试试不就值得了 这事我仔细想来想去的 还算了吧 算不算都是你说了算 我现在已经骑上了高头大马 全上海中医季都听见动静了 我现在还能下来吗 我就是想下 也得有个下马石 我可以走了吗 我可以走了吗 是吗 我可以走了吗 是啊 啊 那各个人 对 我可以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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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要不我来吧 你 你跟我学的时日也不短了 能煎 能 能 能煎 先跟我说说煎药的规矩 李时珍说 凡服汤药 虽品物专精 修制如法 而煎药者鲁莽造次 水火不凉 火候失度 则药医无功 算 学得蛮好 有出息啊 好好学 师傅 那您什么时候再教我 把把麦呗 把麦 把麦嘛 还需要一些食 先煎药 师 师傅 是 夫人 喝药了 赵大夫 您赶紧醒醒 赵大夫 您赶紧醒醒 您赶紧进屋看看吧 怎么了 您 您探下去 好好好 小罗 师父 赶紧去请记者 赵大夫 您说这孕妇 即将排除此台 是啊 我要没有这样的把握 也不会 劳你们大家 赵大夫 我听说这孕妇的病 着实难治 上海中医界的大夫 都没有人敢接手 您为什么敢接呢 你说得很对 此病治愈甚难啊 难 也不要紧 病高一尺 医高一丈啊 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就不相信 天下没有我 治愈不了的病 哦 不对 应该是天下没有大夫 治愈不了的病 把那个我字一定要改掉啊 我虽然医术精湛 但是学无止境 得谦虚 谦虚 啊 啊 从医治 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药 更何况我对妇科有极为深入的研究 远的不说 咱们就说上海滩 遇到这样的病 我不伸手 谁敢伸手 啊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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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我不伸手 谁还能伸手 好像也不大对啊 要不这样啊 这个 这句话 拿掉算了 拿掉 学无止境 要谦虚 要谦虚 你还要谦虚 汪大哥 吃饭要专心 否则伤胃肠 爸 秀鱼说得对 吃饭要专心 您吃完再看吧 我看了报纸都看不消停 爸 就是要有规矩 你不规矩 不成桑云 你这也有错证 你这话是听谁说的 秀鱼 上海民医赵敏堂 接诊胎司服中指 吃饭的时候 不是不让看报吗 咱俩 师傅 翁泉海来了 他来干什么 他没说 就说想求见您 他说见我就见我 就说我没空啊 等等 怎么了 师傅 你来看看 小火慢炖 不要添水啊 你 赵大夫 你好啊 贵姓高明呐 我叫翁泉海 咱们见过面的 上次你肚子疼 我 你哪儿 我说这都要做 我去看看 我说你我说 我说你行不做 你肚子疼的 我说你肚子疼的 你肚子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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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疼的 而至双目视物不轻啊 赵大夫 我这两只眼睛啊 明亮得很 明亮 明亮你还进错了门认错了人哪 赵大夫真是风趣 用不用我给你开个方子 我说话 那就是不用了 我忙 恕不奉陪 赵大夫 请留步 我是特意来请教的 我听说您接诊了一个 胎死腹中的孕妇 我想知道 那个孕妇是什么症状 您用的什么方子 快刀切肉 平顺爽滑 可最后一刀割皱骨头了 你眼睛不好使 脑袋也坏了 孕妇什么症状 你不知道 你有手有眼 你可以拿捏呀 怎么 拿捏不住了 跑我这儿来套底来了 再说了 再说了 我用什么方子治什么病 我能告诉你吗 难道你用的是祖传蜜蜂啊 你管我用什么方子 如果不是祖传蜜蜂 我想没必要掖着藏着 希望你能不吝刺脚 望你能不吝刺脚 不吝刺脚 我明白了 你是想拜我为师啊 是 不送 出来了 出来了 大夫 我儿媳妇怎么样 老人家请放宽心 今夜死胎必定排出 邵夫人啊大无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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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们进去看看吧 记者先生 我们现在可以继续采访 这里太闹 那边安静 赵大夫 等排出死待 再采访不迟啊 这人的血脉讲究畅通 做事情 也要讲究畅通这两个字 不能顾头顾尾 当然了 顾一头一尾是很重要的 可是中间不能断 这一段哪 就不畅通了 来来来 来 聊一会儿 聊点 赵大夫 我记得这些啊 都够用了 我刚刚只讲到了我爷爷 我父亲还有我 还没有讲呢 再聊一会儿 赵大夫 要不您歇一会儿 我不累 要不您喝口水 我不渴 记者先生 我从医几十年 遇到过许多奇病怪病 简直是数也数不完 就是讲上三天三夜 也只能讲个十之一二 你怎么不记啊 赵大夫 我这个本子记满了 要不等我下次 拿了新的本子 咱们再聊 这简单 小龙 师父 到我诊箱里去拿个本子 给记者先生 好嘞 赵大夫 我夫人肚子疼 您赶紧去看看吧 好好好 稍等 我马上就回来 好 好 我说记者先生 你这要去哪儿 我出去两块两块 等我 等我啊 好 赵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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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有多久才能排除死胎啊 好 谢谢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看你看那 风尽忧伤 唯有你消失在那扇窗 爱若慢慢的慢慢隐藏 唯有一年可能一场 是烛火渐若云霞 任岁月流转 多少光滚烫 爱若轻轻我轻轻遗忘 唯有一丝丝可能 像从前一样 烛光归一身苍凉 任岁月入水 让多少光滚烫 让多少光滚烫 流转 让多少光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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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多少光滚烫